你看看老马今天给大家拍的这套海景房怎么样 今天阴天 但是绿豆湖 樱花湖 包括咱们这个荣城的三宫湾 全部都能看见 而且呢 这是只不过是一个外部的一个情况 一会儿我进屋里边给大家拍一拍 看看实际的情况 比这个效果要好的太多太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渭海老马 今天呢 我来到了粉丝的家里 他这套房子呢 就是是一个85平的一个东边户 看海非常好 我从 借用嘛赵哥 借用你家一下 因为你家这个世界太好了 我从你家这个房子里边 实现这个角度呢 给大家讲一讲 荣城包括这个楼盘 希望赵哥 多包含哈 这套房子呢 可以说是 荣城这边关海 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这是 客厅里边 为大家讲讲 这个就是 从山海里边的哈 咱们一个小区一出去 这边一路之隔 这边是一个公园 公园前面沙滩大海 包括这个位置是一个赶海 十倍的一个区域 啊 咱们你看 从这个角度就能看见了 去到市区 荣花湖这边非常非常近 啊 大约就是四公里左右 啊 包括咱们门口也有公交车 下面 哎 今天天气好哈 为什么叫三宫湾 大家也能看见不 我这首位的虚影 这是一个大海湾 包括到咱们这个位置 直陆地 这个位置是陆地 这是很大的一个海湾 整个是在小区的东向 咱们是东向海嘛 所以也不超市 呃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小区里边哈 啊 东边沪呢 是看海 是无敌了 看 下面干海 这也是跟小蚂蚁似的 因为距离比较远 我再给大家说说 这个区的一些批套吧 像这个是一个城市会客厅 二楼是咱们的一个咖啡厅 啊 第一呢 整个咱们这个楼盘呢 是一个架空层的 呃 咱们地上像这个房子 一楼就相当于咱们平时的三楼 像业主食堂 超市 全部都有 呃 还有咱们的业主会所 咱们这个棋牌室啊 呃 娱乐室啊 儿童房啊 儿童这个娱乐的 包括社区医疗啊 啊 健身房啊 等等 像这些呢 全部对咱们业主是免费开放的 啊 小区这一个配套也非常好 哎 他这套房子真是 绝把吧 在以后不会再用 北边这个房间 绿岛湖 樱花湖 全能看见 我先带大家简单的参观一下 啊 我粉丝这套房子 一会儿我去 因为东边湖啊 现在木兰说是没有吧 我一会儿给大家拍一拍西边湖里头 啊 这个户型 我再给大家 他那个就是可以看山看海 也是可以看樱花湖的 我一会儿带大家 我去给大家拍拍西边湖 啊 哎呀 他这套房子确实是太好 像这个小区在荣城来说 可以说是品质上来说的话 啊 还目前来说还没有能超过他的吧 首先来说 你像这个窗户的用料啊 包括他这个灌珠瓷丸啊 还有咱们这个装修啊 他都有质保三年 一般的开发商也做不到这样 好 我去给大家拍拍这个西边湖 这个湖型 看大家是不是眼前一亮 啊 看这荣城整个市区 可以说是尽收眼底 这是一个琳琅啊 一进来在这边咱们是一提两步 啊 这几点这点 一提两步 这边东边湖没有啊 一套没有啊 就是西边湖这个 但是这个呢 也挺牛的 啊 客厅一个大横厅 整个咱们这个小捞山 全部尽收眼底 包括荣城市区 远处这个荣城市区里面 这是观山景 下面就是高尔夫球场啊 这个是一个高尔夫球场 来 我带大家 转过身来 再看看 他这个 观海景 啊 主卧观海景 啊 整个这个是三公弯 海景 来 来 我再带大家 带大家看一个 观湖景 啊 这个尾声间 也只有窗的啊 可以看见山 储物房 和这个 咱们北向的次卧 可以看见 绿枣湖和樱花湖 还有咱们的三公弯 市区 坦边 啊 这是次卧的观景 啊 这些是一个85屏 西边屋 啊 两式的 好 而就这套是县堂啊 带着金螺修的 真 真漂亮 哎呀 真舒服 一开 这个小梁峰啊 今天 荣城这边 也 门度也挺高 也是30 达到了30度 但是这个楼上 还是 真的是非常凉快 主卧 看海的 像这边 西边屋 是现在 目前来说 是一套没有了 现在 东边屋 一套没有 现在呢 就是西边屋 还有两套 房源 两套房子 我感觉 这个关 虽然说 没有那个 西边屋 关还好 但是这个 各有各的景色吧 各有各的优点 行 这期85形的 关海 关山 还有关湖 这套房子呢 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有喜欢老马视频呢 可以多多关注老马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